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为大家比较一下Google,谷歌和百度在搜索结果上的不同 也就是说我们用同样的关键词输入两个搜索引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搜索引擎返回的第一页的搜索结果的不同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实验 OK,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页面 我已经把两个网页都打开了,Google和百度 那么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我们现在没有登录两个搜索引擎 这是为了确保我们的搜索结果不会被登录之后 这个账户它的个人偏好和搜索历史所影响 而产生不同的搜索结果 同时我又使用了我平常最少使用的IE浏览器 而且清空了它的所有缓存 所以现在我们得到这个结果呢 应该跟您电脑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搜索引擎是非常相似的 OK,我们第一个关键词使用的是保健品 那么在Google上返回来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首页大部分都是关于保健品的知识方面的信息 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对保健品这三个字返回来的搜索结果的期待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百度的结果 百度的搜索结果最上方的是一堆广告 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它右边有这样的一些资讯类网站的推荐呢 也许很多人搜索保健品是跟这个相关的吗 那么我们往下来看 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首页的词条 结果都是保健品的销售网站 这个商业气息非常浓啊 这个跟我们在中国生活的时候 应该是很像的一个环境 我们周围遍布了广告 OK,我们现在换一个词条试试 赚钱,应该也是很多人所感兴趣的 同样,Google的首页返回来的搜索结果呢 大部分也是知识相关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百度会带给我们什么呢 不出意外的赚钱给我们带来搜索结果 是更多的广告 这个相关的词条这和这个链接呢 有直接就赚钱的一个APP 价值广告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一两个新闻类的东西 也全部都是跟赚钱直接相关的商业网站 这个是我觉得 怎么说呢 处处防不胜防吧 OK,下一个关键词我们选择的是美容 这也是被很多女孩子经常使用的搜索词语 那么在Google这返回来的最上方呢 是我们在附近的这个美容院 虽然我们用中文 但是Google还是智能的翻译出来 可能我们想找的就是附近的美容院 接下来下面的呢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跟美容相关知识 而百度呢 我们来看看 上面还是一些广告了 这个明确已经写明的 旁边的相关词汇看起来倒是还好 这个比较人性 那么再往下滑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搜索结果 大部分也都是广告 这个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比如说这个首页 基本上没有给我们很多知识性的东西 OK我们再换一个关键词试试看 进来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一个微信 专门来去点评两个搜索引擎的 那么其实这个词 我在Google上没有任何意外 全部都是中文相关的或绿文相关的 可能大部分搜索这个词的人 是为了翻译吧 而在百度这里 我们看到第一个词条就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这个成为了百度搜索反外的第一条呢 那接下来也有很多比较奇怪的这个搜索结果 我不知道百度是靠什么把这些列在首页的 但这些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在首页嘛 这竟然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词啊 接下来三点透视 三点透视其实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用词语 那么在Google上呢 反过来的所有结果 首页的所有结果全部都是跟技术相关的 那我们来看看百度 好的 百度的最上方的这些百度图片 反过来也是技术相关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 在右边为什么会出现性感和中国英语人柳言 好吧 也许这三点和透视这两个单词确实是可以引导到那里的吧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这个字 我相信Google不会给我们任何惊喜 它的输入这个咬字 它返回来的这个结果全部都是跟咬字面本身相关的 所有意思 也就是说在海外的所有的华人或者使用中文的人 它并不会理解这个咬可能含有其他方面的意思吧 而在百度这里呢 我们可以预想到它有部分把这个咬字拆开之后的一些词条反馈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搜索结果的首页 就有这么多跟咬字本身没有直接相关的这个信息出来 也许这真的是很多人搜索咬的时候的目标结果吧 那接下来就有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东西了 我们搜索这个词的时候 在Google这儿呢 有一半的信息是偏青色的 所以这方面谷歌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比较安心的感觉 而我们在使用百度的时候呢 OK 几乎是全军覆没 所有的词条 几乎所有的词条 都是跟情色相关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百度的首页 OK 出于男女平等的角度 我们来使用这个词再做一次搜索 我们可以看到Google返回来这个词的搜索结果 上半页还是OK的 但下半页就开始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百度吧 OK 我基本上已经不做什么指望了 好的 百度的结果 大家自己看吧 百度只在他的页面最下方 对他有一个对这个词条本身的一个文字解释 也许这是人们最不需要看到的东西吧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还能让我们的孩子上网做这样的搜索 我们是不是把这些词也当成一个屏蔽的关键词在我们的电脑中呢 所以我们恳请不管是谷歌Google还是百度 当你们在产生这个搜索结果的时候呢 对于这方面的搜索结果 您能不能稍微的向后翻几页再展示出来 这样让我们孩子在前几页仍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干净的页面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交流 谢谢大家 我是刘青 欢迎关注YouTube频道ConnectUSA in China 以及微信公众号一路直北 谢谢大家